趁著天氣晴朗騎士紛紛前往山區跑山 沒想到就在下一秒直擊車禍 一波紅色重機衝出原本車道 對象機車閃避不及全部撞成一團 招式騎士也當場被拋飛 換個角度再看一次 重機經過彎道卻沒有轉彎直直往前 當場就跟對象機車一面相撞 事發突然後方騎士來不及反應 往前追撞 兩步對撞中機車頭幾乎全會 現場還一度冒煙 不只零件散落一地 就連機車燃油也外漏流的滿地都是 急方貨爆後立刻趕到現場 一查才發現原來招式駕駛 根本沒有駕照 18號下午2點多 19歲簡姓男子從新北三峽區 騎重機進入台七乙線 就在8.2公里處往復興方向時 疑似因為車速過快過彎壓車時 直接跨越雙黃線與對象車輛一面相撞 與對象重機車發生差重 並波及後方兩部機車 造成四名歧視四肢擦碩傷 其中一名歧視輕微腦震盪 無照跑山還衝出車道 尿成嚴重車禍 不知自己愛車受損 還波及其他車友 後續賠償恐怕不是小數目 金新聞公平榮陽 正常採訪報導 立刻上載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